安心了 很安心啊 桃月市第一针8点15分 落在大圆高中这位高一女学生 她也可能是全台最早最年轻具保护力的高中生 但全校集体接种难免有突发状况 另一位女学生打完晕针 医护上前先送保健室 开打一小时至少就有两位 好在休息后没太大问题 打完疫苗可能接种部位头或四肢 会有酸痛无力或发烧症状 除了现场观察15分钟 持续症状通常48小时能缓解 家长更担心的是出现心肌炎 尤其在男生部分在7天到10天之后才会发生 所以我们持续至少观察两个礼拜以上 所有的体育活动禁止 避免他心肺激烈的运动 随接种疫苗至心肌炎 几率仅10万分之一 但胸痛心悸昏厥呼吸急促等可能症状 要观察至少四周 像跑步篮球等心跳可能超过150的 要避免该体操瑜伽等静态活动 凌假结束校园开打疫苗 医护更是骑了大早 表定8点接种 医护提前一小时入校准备 BNT浓缩液0.45毫升 加生理实验水1.8 稀释过程人力比过去要多一倍 每瓶可抽6剂 医护每班两组人下去打提升效率 那一共是有13万3千人 那其中95%选择在学校接种 2%选择在医疗院所接种 那如果有身体不适 可以请疫苗假 双美桃源苗栗台南 提前其他县市9月22号接种BNT 不少家长想替孩子投保疫苗险 从您找80亿元的小资方案 到318元都有该注意什么 一定要是因为打疫苗 引起的不良反应 一定要住院才可以理赔 疫苗险得住院才理赔 还要留意按次数还是天数 开医师证明理赔依据才成立 TVB的新闻张敏鸿轩 桃源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